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哲哥 上期视频第一局AZ击败广州TTG 1比0先下一场 第二局广州TTG选了非常不错的阵容 他以黄中沈梦西赵云猪八戒 RZ将汤汤换成七年后 拿到阿古朵敏玥赢政加罗和盾山 其实看到这阵容虽然AZ首长 但却没有很好保护后排的英雄 诺队加罗非常好切 来到游戏中果不其然 诺队被切到怀疑人生 队友也无能为力 这个阵容只有七年的敏玥打出效果 单线牵着两人才能取得优势 难度有点大 直到14分钟 AZ还是在频频被打 同时掉塔人头来到15比6 21分钟TTG拿到冯末龙 与AZ一换二利压水晶 带着龙buff强行跃塔将AZ碾压 扳回一分 气势打了回来 但AZ并没有给广州TG更多的机会 第三局AZ乔里组合 加T0级别的蓝同时上线 向右的绝活墨子和阿德的向羽 反观对面的制装选的也非常到位 T0级别的千层敌人杰 想必都知道 可问题来了 对面针对伊诺公正林没毛病 但七年的蓝却杀疯了 前有年子哥关于五杀 今有年子哥的蓝 直接冲向对面满血的五人种 硬是拿下四杀 难度超出了关于五杀 力挽狂澜 之后 笑语墨子代替年子哥 收掉第五个人 此时 峡谷一片安静 只称笑语墨子 随即孤独的推掉水晶 七年的蓝 立了大功 获得输出伤害 承受伤害 总经济 参团率 全对四项最高 这就是节奏 第四局 广州TDG被最初的东黄 和笑语的干将 拿捏得死死的 阿泽猪八戒封路 干将预计输出 再拿一分 AZ3比1来到赛点局 第五局 TDG久尾 罕见掏出诸葛亮 最大的信任 给到了他 前期久尾的诸葛亮 确实非常开锐 拿到多个人头 可一级后期 并没有给他展示的机会 这也是个残血 久尾 被捏了一下 不如黄勇 被动踢了一手 再跟上输出 伊诺射死了久尾 但回过头 居尔金这么经常 想说残血 但是没有成功 但是攻顺了 一个二级的 收掉了阿泽的蒙田 上路 广州TDG带好了 兵现在伊诺的位置 手头兵脸上点的 能回血 对 他也不怕 伊同直接回头 给他嘲讽 阿泽拦住这个路口 对 不让人过来 那叫龙拉拨战了 我打完 也躺不住了 全部把血量拦满 对 攻顺力往回撤 在七年 这个位置应该能贴到的 肖敏直接掉大招 一技能非常容易 再带来个二技能的话 连线收掉了前程 这波中路还有兵线 可以推中塔 是的 顺便打了一个零化二 之后中路一塔 是直接可以高过的 现在觉得 这个程度一场会 这个蒙田站在前面 就是广州第一季 难以逾越的鸿沟啊 对 肯不下的一块硬骨头 真的是一副当官万副莫开 他站在这里 你打他又打不死 他打你又老疼了 带着自己四个兄弟 不仅打不动 这伤害还得高 闪现进去了 踢到了两个 回过了对扇子 大家来看一下 橘柔靖能不能跑掉 绑突 还是一丝血 坏人上去 主张一个大招 没有能够把肖敏给带走 但自己被七年 碾到了泉水门口 那这一波 中高已经没了 是的 而且有蔡文鸡 他们的血量 可以慢慢拿回来 项羽也找野怪去吸血 最后一波 阿德在暴军处 小吵中中 已经站好视野 广州TG的队员 绕了几圈 愣是没踏进去 所有人的位置 全部被曝光 就在这时 AG全员一用而上 瞬间载到重要随位 将其二人秒掉 4比1击败广州TG 少了一个C 再来一枪 这波已经回去了 但是这边的话 在龙坑里面 一诺射出了 陈盾的输出 秒掉了九尾 中央有 中央C阵亡了 有超级兵啊 感觉陈盾上 会想要中央C一波 这个河道 就只有这一个草 就没有人探 阿泽在里面 站了感觉 有一分钟之久啊 站了很久 他自己 估计都快站不住了 但TG就是不探 不出意外的话 AG周博 应该是吓坏了对手 TG毁之万一 只不于2020年 东冠杯四分之一的决赛 也希望 AD保持现状 迎战强敌南京hero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别忘了点赞 关注一波 咱们下期见 拜拜